第三个案例 孩子一天到晚吵架 快把我逼疯了 我们有一对儿女 儿子12岁 女儿13岁 他们都是乖孩子 在学校不闹事 功课也很好 可是这两个孩子一天到晚吵架 虽然不至于暴力相向 但是只要同处于一个屋檐下 就会斗嘴大吼又摔门 没完没了 两人各自有房间 照理说不会相互打扰 但他们还是每天看到对方不顺眼 搞得我跟我先生日子很难过 我们会禁止他们接近对方 也会把两个人 关在同一个房间里一整天 强迫他们和平共处 几乎用尽一切方法 现在我真的很不想 见到他们放学回家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 我们喜欢称之为共同创造 来思考自主创造是很有趣的 在解决人际相处的问题时 很多人常会陷在死胡同里 想长时间要求别人改变 并且持续到完全解决问题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一开始 大部分人都会想办法要求别人改变 但最后多半都只能放弃或不了了之 要求他人改变 即使让自己好过一点 是完全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有机会 跟其中一个孩子谈谈 我们绝对不会教导他 去要求另一位改变行为 不过你的情况更复杂 你不是当事者 却想改变两个独立的个体 从先前想尽办法化解纷争 却徒劳无功的情况 你一定已经发现自己无力控制两个孩子的关系 人往往会采取赏善罚恶的手段 去控制子女 员工 会员 党员 或教友的行为 但我们从未见到任何成效 以规定和法则从外施加压力 往往只会导致他人隐藏恶行 或甚至引发更强烈的反弹 因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明白 自己不是生来取悦别人的 我们经常强调 你就是自己经验的创造者 这也表示你无法创造他人的经验 他们才是自己经验的创造者 不过我们当然明了 当他人与你同处一个屋檐下 在你视线范围内创造自身经验时 你确实会受到影响 所以难免有些意见 我们也知道 当你看到良好的行为 心情就会好 看到糟糕的行为 心情就会变差 而当对象是自己的孩子时 受到的影响更是加倍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你把快乐建筑在 控制他人的行为上 绝对不会得到快乐 因为控制他人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终其一生 想尽办法掌控他人 到头来却发现 要完全控制他人 必须牺牲绝大部分的自由 当人们全心全力 投注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作为时 只会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宇宙法则 父母总觉得不管叫孩子不行 所以这些话很难让他们听进去 人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养子女 所以总努力寻找最理想的教育方式 我们希望你了解 倘若你能先花一点时间 与自己合一 再开始管教孩子 你的影响力会更大 简而言之 当你与内在的自己无法契合 处于愤怒或沮丧的情绪状态时 想要教导孩子 必定成效不张 相反的 只要你与内在的自己相契合 管教就会很有效果 你如果愿意尝试 或许可以体会一下 这个困境的有趣之处 孩子的行为 让我极度沮丧或愤怒 到最后根本没有力气管教 我管得越凶越没有用 然而 只要你花时间调整自己 顺着威力强大的生命之流 它将会带领你实现一切愿景 每当你见到子女不合时 就会投射出 希望他们和平共处的想法 从你的角度来看 子女不合是一种细微的对比经验 会促使你的喜好产生变化 你的喜好只属于你个人 因此你要做的工作很简单 与自己的愿望合一 子女一天到晚吵架 让你如此心烦 是因为他们的行为 不符合你的理想 其实过去他们的争吵 也帮助了你创造出 这样的理想状况 事实上 早在他们出生之前 当你看到别人的小孩 心里就已经生成各种愿景 并且放到自己的频率暂存区中 甚至在你自己来到这事件之前 就已经在频率暂存区中 存放了许多愿望 现在 你面临的处境 与心中理想的完全相反 难怪感到不快 你的愤怒 不只是因为孩子们 表现出糟糕的行为模式 你对孩子的观感 正使你背离了 演变形成中的理想亲子关系 只要你能体认到 不快的情绪 完全是因为你眼见的现实 与频率暂存区的理想 之间有差距 而非真的跟孩子的行为有关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 你就能选择 让自己好一点的想法 不论孩子表现出什么行为 如果做到这一点 你对子女的影响力 将会大大提升 你目前的处境是 你看到子女的偏差行为 你感觉很糟 你以为自己的不快 是子女的行为所造成 但其实是因为 你并未与自己的愿望契合 因此 你必须忽略子女的行为 将意念专注在 能让自己感觉 比较好的想法上 如此一来 你就能与内在的自己 相连接 再者 你的振动频率 也将与孩子和平相处的 美好愿景相符 而你长久 一直在打造这个愿景 振动频率一致以后 你就能与自己的真实本性 创造万物的宇宙本源 内在的自己 以及所有关于子女 家庭与人生的美好愿景 完全连接 现在 你的身教及言行都正合时宜 不仅不会引来子女的反抗 也能带来更多正面的转变 不过 你的言行和行为 并不是促成改变的力量 而是透过与愿望的频率契合 来转化现状 当你试图改变子女的行为 必定会感到困难重重 但是当你把意念 放在引导自己的思维上 就会发现这是可行的 时间一久 你甚至会觉得轻而易举 所以你的人生将会越来越美妙 你不仅可以既由自主选择思维 而感觉更好 也会默默地影响孩子改变行为 在心理法则的帮助之下 最重要的是 你发挥了以身作则的力量 让子女了解到 内在协调一致的重要性与力量 世上最有价值的启示 莫过于教导别人 如何在面临困境之时 与本源合一 你唯一能够教育子女的一件事是 引导自己人生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 逆流顺流的思维分析 同样的 你只能以目前的处境作为起点 没有其他的选择 孩子快把我逼疯了 逆流 他们一天到晚吵个不停 逆流 我无法阻止他们 逆流 他们不听我的话 逆流 他们这样对待彼此 以后一定会后悔 逆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逆流 我想得到的方法都试过了 逆流 刚开始你会倾向逆流思维 这是很正常的 不过请记住 在这个阶段 你要做的不是描述显而易见的事实 或思考如何改变现状 而是改变念头 让自己放松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感觉自己放松了 就表示你的抗拒减轻了 试着改变别人很累 所以你不妨丢掉船桥 你的船会转往顺流的方向 你会产生更多让自己放松的想法 假以时日 你会快乐地顺着生命之流 看到子女的行为有所改善 你的影响力与促使他人改变的能力 取决于你的意念 能否与愿望的频率互相契合 你必须先让自己感觉更好 才能够吸引改变发生 孩子的相处关系是他们自己的事 顺流 他们对于彼此间关系的感觉 或许没有像我这么负面 顺流 如果你能够与最后这句陈述 保持频率契合 并且维持一两天 就足以扭转自身的振动能量 开始促成改变 不过由于这样的想法才刚浮现 并且不是你以往的思考模式 所以你很容易再度陷入惯有的逆流思维 因此尽量多想一些可以帮你放松的想法 帮助你长时间维持正面的振动能量 你越放松 出现越多让你感觉变好的念头 就会吸引更多正面想法产生 最后你必然能与愿望相互契合 他们小时候都很可爱 顺流 他们曾经很开心地玩在一起 顺流 找寻放松的想法时 偶尔会浮现某些 你本以为会让自己感觉更好的想法 但实际上却让你感觉更糟 有时候这个转化思维的过程 让你更急于获得当下得不到的事物 本来可以稍稍释怀 结果弄巧成拙 徒增烦恼 不过这不代表你就脱离顺流的过程 请记得你当下的感受是与前一刻的感受比较而来的 因此请你把思维当成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不论何时都可以选择它的去向 这是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目标 那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 如果你发现当下的想法比前一刻还要糟糕 不用担心 只要继续找寻更多让你放松的想法就好 一段时间后 通常不要多久 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达到想要的境界 小孩子吵吵架是正常的 这是他们理解人生的方式之一 他们有权对周遭环境表现出真实的反应 他们也跟我一样不喜欢心情很差 如果他们真的不喜欢心情差 迟早会想办法停止彼此的纷争 我不要再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加到他们身上 我要让他们自行解决 看他们后续怎么发展是很有趣的 我真的是小题大做了 这么小题大做实在挺可笑 恢复理性的感觉真好 他们两个真的都是好孩子 我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 很高兴知道我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感受 我希望能对孩子产生正面影响 让他们更开心 很高兴知道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感受 很高兴知道我也能选择 对他们的感受抱持什么态度 意识到自己有一对争吵不休的儿女 会让你在频率暂存区加入新的愿望 与儿女接触之后 你对家人相处的期望起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由于你愿意引导思维往顺流的方向走 顺应正在演化的亲子关系 最终你一定能达到理想 你和孩子的关系没有问题 不仅如此 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方向进行 而这是你决定诞生时就已经知道的事 你此生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生活 找出自己的愿望 然后全心全意投注其上 这即是自主创造的过程 感谢您的愿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